你对国家认同的定义是什么呢? 中国最近提出通桥通水通电通气的新四通 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也在历任质询行政院长陈建仁此事 过程中却说出中国是我的祖国 让人相当震惊 陈建仁在质询中表示 会加强马祖水气垫的相关建设 但对于新四通则没有必要 面对这样的回答 陈雪生说该建设台湾不用出钱 百姓都乐观其成 更提到自己的祖先都在中国 说中国是自己的祖国也不为过 虽然陈雪生补上自己相当喜欢住在台湾 但桃源市议员于北辰并不买账 更酸他要不要换国籍 只能说不是给了一巴掌在赛科棠就会好耶 陈雪生提到亲人都在中国 然而身份却是台湾立委 让人相当好奇国家认同对担任政治人物的正当性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留言和我们分享吧